三行论的时候 符 乘 词 素 对不对 这个乘是因 词也是因 那符呢是阳 这个素呢也是阳 现在呢 有一个出现符 词而且是弱 代表因居阳位 在脉上面来说 因跑得阳位来了 那二峰 喊手足温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医生呢 攻下 不能死而斜下满痛 练目及身黄 颈向墙小便男 与财无汤后必下重不可 欲因随者财无汤不重一夜 死骨则碎 这个就是 已经变成 逆阵 你攻下的时候 这个是 阳 已经 这个阴袍的阳位 里面已经 这个主要 这个讲的就是 阴时之阵 阴时 阴里面呢 有时 结到了 这个时候 同样的 必然的二峰寒 手足温 攻下 我们 汉兔下三法 当你使用 汗法 吐法 下法 病得没有痊愈的时候 心里面就要有术了 里面有问题 必为坏病 对不对 前面是不是结果一定是坏病 那怎么个坏 你看 面目及身黄 向墙 小便男 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个 比如说 斜下满 对不对 那你不能吃东西啊 好 你说 小财富汤 开个财富汤 很正常 你开个财富汤 结果呢 下重 下重就是 肛门 觉得脱肛的感觉 里脊厚重 有没有 有些人大便 下力的时候 里脊厚重 病人不渴 病人 你在治病的时候 只要病人说 口渴 便于喝水 胃口 不好都是好的现象 病人并没有渴 里寒很盛嘛 然后喝水之醋 这个时候 财富汤呢 开财富汤都没有用 开财富汤 食骨 吃食物 一吃下去 碎 这个碎是大哥 但味气没有了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小便男 你看 神皇学下 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 处方的时候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茯苓四溺汤 茯苓有没有 四溺汤 茯苓四溺汤里面有 四溺汤呢 生父子 甘姜 炙甘草 人参 还有茯苓 茯苓四溺汤 用茯苓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 它不渴 不渴 我们 这个 用 茯苓四溺汤来救腻 看看有没有办法救回来 这个 味气已经 没有了 然后打歌 这个 你看 这两个条片放在一起 伤寒四五日 深热恶风 井向墙 斜下满 伤寒已经过了 变成 并且往里面走 斜下满 手足温 而渴 有没有 就是不渴 所以我们 治病的时候 很希望听到病人讲渴 很怕病人说不渴 不渴就头痛了 不渴你想办法知道渴 最怕是渴你知道不渴 但是你渴知道不渴 是有的时候恢复了 还是不渴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坏事 但是病人只要有渴症出现的时候 都是有救 都是可以救 那小财物汤 这很明显 就是伤寒 所以太阳中风也会转成 小财物汤症 这进入伤寒 伤寒也会进去 好 这是两个 好 都可以进去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重点 注意看 我们如果把它区分开来 深热 恶风 向强 这不是太阳震 对不对 这是不是太阳震 那 斜下满 好 这是不是 那个小财物汤症 邵阳症 对不对 那手脚温 而渴 是不是阳明症 所以这个条件 可以解释出来说 如果 山阳病病 太阳病 邵阳病 阳明病 同时有的时候 用和解 小财物汤 所以我们汉法 吐法 吓法 和合法 和解方法 合法就是讲 小财物汤 所以过去我们 真就有单法 对不对 你如果说 比如说我这个肩膀痛 这个手腕痛 对不对 这两个对方痛 我用单法 扎中间 单 过去挑担子 有没有 单中间 那一样 邵阳 太阳 阳明 这时候和解 用邵阳 所以当你遇到 这个条片的意思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病人 跟你讲完 你知道老师奇怪 这个人太阳症也有 讲了邵阳症 也有 讲阳明症 阳明症也有 那怎么办 到底是开 贵子汤 财物汤 还是小财物汤 还是 陈旭汤 白骨汤 对不对 一小财物汤就可以了 所以三阳病病 用小财物汤 111 伤寒 阳脉色 寸脉地方是色脉 阴脉弦 法当阴脉就是 讲邵腹部 所以说 色的时候代表 阳气不够 然后阴脉弦 代表下面肚子流里寒 悬脉就是 讲悬脉就是 有寒水在里面 悬脉 法当应该是 肚子痛 阴脉地方 那我们给它 小财物汤 不好的 就给小财物汤 那小财物汤呢 小财物汤 财物汤介绍过 财物汤 各位看这小财物汤 贵子 三 如果说 勺药跟贵子 同样是三 那就是贵子汤了 小财物汤呢 里面把勺药是贵子的两倍 同时加一汤下去 就是加麦而汤下去的话 这个就是 建中汤的来源 所以小建中汤实际上是来自什么 来自贵子汤 金方里面呢 从 商含金柜里面 我们去看的时候 他两个地方 张仲敬在用补药 第一个就是 小财物汤 他还 他补的时候 他还是用贵子汤来做补啊 他不会去 开个什么药 因为这就是病药 所谓治病的药 治病的药 我们可以吃补 温命派的药不是不能吃 而是说 你很好的时候可以吃啊 很好的可以吃 那 如果说 有病 现在是 小建中汤的时候 我们见的最多的小建中汤症 就是小孩子 一个小朋友来 医生我肚子痛 我的妈妈带了小孩来 这小孩子不吃饭 很皮啊 就是不吃饭 看他的脸 这个鼻子这边黑的 青黑的一条 青黑的过去 这就是小建中汤症 好 肚子里面寒的嘛 他就不喜欢吃东西 好 那小建中汤的时候 你知道多厉害 你要开处方的时候 勺药一定是贵子的三娘 因为重用勺药的时候 肚子痛会去掉 好 同时呢 这个里面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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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贵子肝草啊 贵子呢 能够降腻 然后宜糖呢 麦芽糖是甜的 能够健脾味 所以小建中汤一吃下去以后 看到五谷杂粮 谷类的米面类的东西 哇 那真的是 好 他可以不要菜 直接抓到饭去吃 会到这种程度 那这个骨类的 这个吃得很凶 为什么 这个有 好 有宜糖在里面 好 那这里呢 好 他说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肚子痛 我们先给小建中汤 如果小建中汤没有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小柴胡汤 好 小柴胡汤 那处方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小柴胡汤 因为血脉 好 邵阳镇的主要的脉 就是血脉 所以一般我们来说 我们摸到弦脉 这个弦就好像吉他的弦 弹吉他的弦 你摸上去 好 没有弹过吉他的 来我借你一把摸摸 好 那个弦你摸就是跟吉他弦一样 好 就是 弦脉就是 邵阳镇的脉 主要的脉 所以这里就是讲这个弦脉 好 那 还有腹痛 所以肚子痛 我们知道 讲建中汤镇 这是虚寒的痛 虚 寒的痛 好 虚寒的痛 这是小建中汤 好 那 小建中汤用的地方很多 小孩子呢 不喜欢吃饭 小建中汤 肚子痛 腹痛 小建中汤 好 用的地方非常的多 好 那你说老师 我平常身体不好 我不想 我可以预防吗 也可以吃小建中汤 好 那你说我不要胖 我怕吃的时候胃口太好 看到你面无法控制 对不对 那吃的会胖 你就吃柜子汤就好了 那你如果很瘦 瘦干干的想胖 那吃小建中 因为好喝嘛 这个柜子多香啊 再加上宜糖 对不对 麦芽糖下去 多好吃啊 可是吃下去会很胖 那我们常常厌食 有个人厌食 他不想吃东西 我说那你没关系 不想吃东西 吃小建中吧 吃了以后 然后过两天以后 打电话来说 奇怪 胃口怎么那么好 对不对 看到你灭了 就受不了 就回去吃 所以建中汤 是个非常好用的厨房 好 那想受的人 减肥的人 不能吃建中汤 也可以吃柜子汤 不要吃建中汤 那不是整人吧 对不对 好 当然给敌人吃没关系 这个吃得很好 好 诸位看这边 欧家 不可以用建中 就是呕吐的人 不要用建中汤 因为里面有甜的鱼糖 呕吐的人 吃甜的兔 这时候 小材无汤 你恶心的都是 只要有恶心出现 就进入少阳了 少阳 一百一十二条 欧家不可用建中汤 为什么 太甜 还有呢 伤寒中风 有财乎症者 一症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财乎汤 不用看其他的症 比如说有的人跑进来说 这就是伤寒条例的治症的法则 我头痛 恶寒 体痛 但是我恶心 这不倒在吗 看起来好像本来想 本来想开 我麻花汤给你 这个人突然恶心 对不对 我不想怎么开 财乎汤 一震就好了 一个震就可以开了 好 就代表说他已经要进入了 有的时候 不是说那么臭巧吗 你坐在那边看病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刚好就太阳进入少阳了 对不对 哪那么臭巧啊 但他看你的时候 刚好大部分还在阳明 有部分进入少阳了 有部分还在太阳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处理 还是开小财乌汤的意思 对不对 也不可能说刚刚好 他进来你 碰到你 哪那么臭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只要一震有 就可以 不必习惧 这是张仲杰的原则 这就是经验 张仲杰的经验 所以说 如果按照这个法则做 那真的是一剂之二剂 非常的快 你只要用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能够在少阳证 解决 在这个证的时候 解决的问题 内科病就没有 内脏就不会生病 内脏就不会生病 那一百一十五条 桑涵 两三日 心中忌而凡者 这是建中汤 会用到心中忌而凡者 会用到建中汤 就是理虚料了 理虚料 我们才会用建中汤 所以建中汤 是专门治疗 虚症的 所以你如果老说 心中忌 我们那个 那个凡 那个桂枝干草汤 福林干草桂枝 这都可以治疗心忌 这里为什么要写这个 就是 本身病人是虚的 你看那个脸色 很轻很淡 然后很暗黄 对不对 那黄黄的 小孩子不吃东西 身体很瘦 通通可以用 建中汤 是理虚的人 所以说 如果说 得到伤寒 有表证 有理虚的 你直接开建中汤 就可以了 116条 原来是太阳病 过今十几天了 又反二三下之 再扣四五日 财乎症 仍在者 先给小财乎汤 意思是说 过了太阳症了 好 那我们看到病人呢 有财乎汤症 比如说往来寒热 胸邪苦满 胸邪苦满 然后这样恶心 我们开小财乎汤 开小财乎汤下去以后 呕吐并没有止道 心下疾 好 欲于违反者 为未解也 也大财乎汤 下之者欲 这就是 好 从刚刚 112 113 114 115 16 这位 现在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病 是在太阳跟少阳中间 只要有少阳症 这都是小财乎汤 所以张仲锦 当初把小财乎汤 定义的条片 就放在病人 又出现 介于太阳和少阳中间的 监症的时候 小财乎汤症 当你出现的 少阳跟阳明中间 监症的时候 才是会有 大财乎汤的现象 这样子就可以帮诸位 很好的分开来 区分开来 什么时候使用小财乎 什么时候使用大财乎汤